丸子,写的期中考试今天开始了,时候你就知道了,考不好的话,会,死哦。 冬余天亮了,我在周围人异样的眼光里,逃出宿舍楼。 我一出宿舍楼,杨玲就站在楼门口,我赶紧低头,杨玲大摇大摆地跟上来。 该死,太奇怪了,所有的事情都太奇怪了,杨玲刚跟上我就叽叽喳喳。 丸子,写的期中考试今天开始了。 我不禁问出来,考什么,杨玲满脸,无所谓的表情。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,考不好的话,会,死哦。 我走进教室,教室里也是窗帘紧闭的状态,班主任示意我,赶紧入座早读。 我跟其他人一样,站在座位上,读着课本上的东西,早读结束了,窗帘打开了,久违的阳光出现了。 同学们,期中考试开始了,请坐在自己的座位上。 等待老师分发答题卡。 窗户变黑了,我有些惊慌,黑夜在这座学校是一切怪事的前兆。 杨玲无所谓的表情,晃着腿,对我说。 别怕,我陪你。 第一,第一题,爱坤打篮球棒不棒。 第二题,你觉得一天中早上心情最好。 第三题,你是否觉得想哭。 第四题,你的头脑是否如往日一样清晰。 第五题,你与异性相处是否愉快? 整整四十道不知所谓的题,我的汉已经把笔弄得湿漉漉的,杨玲还是那副不阴不阳的表情,盯着我。 答题结束,请监控老师收卷。 同学们静坐在椅子上,十分钟后出结果。 十分钟后,班主任拿着成绩表走进来。 以下顾及格的同学请出来,丸子。 什么?这种题能看出来什么? 班主任不由分说,把我拽出教室,我站在走廊上,学校一片黑暗,外边微薄的光亮都是室内的灯光映出来的。 我与其他同学排成队跟在老师身后,每经过一个教室,我身后的人就会增加一些。 我们一路走到楼下,学校保安站在一个警棚。 跳进去吧。 我低头一看,一个满脸划痕,但没有嘴巴的红校服女生在井底抬头看着我,她浑浊的眼球迟缓地转动着。 我还不想死,虽然我学习不好,但是我还不想死。 我的班主任抱起我的王警里塞,杨玲在我耳边大喊。 跑啊丸子,想爸爸跑啊。 我用力磕了班主任的头,班主任吃痛放下我,我的心跳得快极了。 拼命往远离井的地方跑,我回头看去。 班主任并没有追我,而是一群与我穿着同样校服的学生正面无表情地追逐我。 天更黑了,伸手不见五指。 我身后突然传出了节节节的笑声,还带着诡异的娇媚。 期中考试开始咯。 老师们,你们准备好了吗? 魂言,一个班主任在我身后大骂。 今年怎么提前了?这群人还没完成转化呢? 随后,追捕我的同学还在面无表情地追着老师们和开始狂奔,去的竟然是食堂的方向。 好看。 muzyka